社区活力尽在北建 北建有線電視長期配合受庫員工行職調查 由於資料詳實 融獲行政院主計總署肯定 憲譜頒發極有講座 而北建也期望透過所提供的資料 讓政府對產業有更清楚的認識 由全國各地脊髓損傷精英 組成的大力水手車隊 於9日到20日 進行輪椅鐵馬聖火環島活動 還邀請Lamigo 磁棒球員許明傑 和林家瑋擔任聖火傳遺大使 患有輕度智能障礙的小婷 在老師一直不斷的鼓勵下 第一次參加秉級烘焙剪定考 就順利通過測驗 客戶鏡頭帶大家來看看小婷的努力過程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10月9號北建桃園新聞 北建旅行電視長期配合受雇員工薪資調查 由於資料詳實 榮獲行政院主祭處的肯定 或縣府頒發極有講座 北建也期望透過所提供的資料 讓政府對於產業有更清楚的認識 我們也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 配合他們能夠提供一些相關的需要 那希望政府能夠善用這些資料 也能夠對產業有一些規劃跟了解 主祭處總共調查17大行業 有上千家廠商參與調查 而這樣子的薪資調查主要也是要了解 各行業的工時薪資以及員工流動率 讓政府在制定勞工政策上有所幫助 工工薪資調查最主要是說 能夠幫我們國家建立了解整個企業 各個行業的員工的工時 還有他的薪資以及員工的進進出出的一個情況 所以對我們將來國家要制定一些勞工的政策 或者制定一些什麼薪資率的話 都有非常非常幫助 企業我們希望它依照法律 誠實的納稅 誠實的申報 還有依照法律來禁用我們身心障礙的朋友 所以剛剛頒發的都是非常有愛心 而且遵照法律的 所以我們特別可以頒獎 除了機優廠商獲獎肯定 對於推展社會教育有功的團體與個人 縣府也給予獎勵 希望能在學校持續以生命教育 建立小朋友的好品格 品格如果基礎不拿好的話 可能對一個孩子未來他在整個社會的成長 會有所影響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在學校 一直推生命品格的課程 這主要的一個營業家 現場也進行日前所舉辦的夜市美食評鑑獲獎攤商 超額禁用身杖者的集郵機關 服務品質獎得獎機關等15個獎項 總計超過上百家企業與個人獲獎 展現桃園縣各產業的傑出貢獻 記者有經驗 桃園報導 由全國各地疾隨損傷精英組成的大力隨手車隊 於9號到20號進行輪椅鐵馬聖火環島活動 由全國各地疾隨損傷精英組成的大力隨手車隊 於縣府廣場舉行輪椅鐵馬聖火環島起跑記者會 車友們各個精神抖擞 以為環島做好充分準備 現場還邀請到Lamigo職棒球員 和林家瑋擔任聖火傳遞大使 率領環島車隊從縣府出發 我們十五屆的輪椅運動會 即將在本業的20號、21號舉行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先行的做環島的聖火傳遞 那比較特別是我們是用輪椅手搖車 這個是在我們全國首創的這樣的一個聖火傳遞的方式 那我們期望能夠透過聖火傳遞的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換取更多人 尤其是做環島的朋友 大家建議一起來運動 讓大家的身體更健康 那這個是我們這一次活動最大的第一 輪椅鐵馬聖火環島車隊 包含十一輛輪椅鐵馬和十輛生長子母機車 急髓型的志工 而這次環島所使用的輪椅鐵馬 為國內首度開發組裝式輪椅自行車 輪椅使用者可以直接以輪椅和自行車頭銜接 對於脊髓損傷者而言非常便利 參加這個活動第一個要挑戰自己 第二個要讓我們這些身心障礙朋友知道 有這麼好的運動可以來做從事 另外讓我們這邊社會大眾知道 身心障礙者很需要一個無障礙的環境 讓大家能夠共同來做完整這些 全民的運動這樣子 很不方便 因為以前沒有這個手搖車的器具 那現在有做了這個手搖車的器具 我們在環島的更方便 我們還會能夠帶動這樣的風氣 脊髓損傷且能發展中心董事長林靜欣 期盼透過此環島活動 能喚起全國脊髓損傷者對生命的熱情 環島車隊預計20日上午抵達縣立體育場 第15屆全國脊髓損傷者運動大會 屆時也將在此舉行 記者謝雅玲同樣報導 患有輕度智能障礙的小婷 在老師一直不斷的鼓勵之下 第一次參加秉級烘培檢定考 就順利通過測試 透過鏡頭帶大家來看看小婷的努力過程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新人 就讀清華高中綜合職能科的學生小婷 患有輕度智能障礙 在學校和老師的幫助下 第一次參加秉級烘焙檢定考 就順利通過測驗 克服了特殊先天的弱勢 不斷地努力反覆練習 證明自己 他們都很努力 他們花很多心思 在備送這些學科還有計算方面 那有了這次的成果 我覺得非常的驕傲 那也希望他們在未來的出入 因為綜合職班的學生 的出入真的都比較有問題 那希望他因為有了這張證照 讓他的出入會越來越好 越來越順遂 熟練的剃面包圖上蛋液 接著送進烤箱設定溫度 學生依照烘焙流程 謹慎地處理每一個步驟 這看似流暢的烘焙動作 小婷可是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 才駕親就熟 看不懂題目 麵包配方比率算不出來 壓力大到常常讓小婷覺得挫折 還好有老師一直不斷的鼓勵 她才能堅持下去 如果沒有付出比別人更多的努力 花上比別人多好幾倍的時間來練習 不會有今天這樣的成績 未來小婷希望能開一家小店 要讓最愛的家人 每天都能吃到最美味的麵包 記者張榮甫新屋報導 今年七八月發票 全國總共是開出了九張千萬大獎 桃園就開出了三張 分別是從百貨公司便利商店 以及醫院的停車場來開出 北區國稅局桃園縣分局 是特別前往商家進行祝賀 順便也宣導民眾多多使用 電子統一發票 響徹雲霄的鞭炮聲 道出桃園的喜訊 今年七八月發票 全國共開出九張千萬大獎 桃園就開出了三張 分別是從百貨公司便利商店 以及醫院的停車場開出 北區國稅局桃園縣分局 特別前往商家進行祝賀 順便宣導民眾多使用電子發票 七八月的統一發票 總共全國開出九張 那當時我們桃園縣 總共就開出了三張 那其中一張也是在這附近 這是在中華路的一個711店 18塊的礦泉水 那另外一個是長庚醫院的那個 停車費30塊錢 那再來就是我們新 就是百貨公司 唯一的九張裡面是百貨公司 開出來就是我們 我們新這個百貨公司 那所以很開心 那希望大家多消費的時候 不要忘記索取統一發票 國稅局表示 現在電子統一發票的載具相當多元 連手機都可以裝載電子統一發票 只要上國稅局網站下載條碼 輕輕鬆鬆就搞定了 手機條碼是你到了電子發票 銀裝或多媒體服務機 就是申請取得手機條碼 那結帳的時候 你只要取出你的手機條碼 就可以 你就不需要索取那個統一發票 可以節省那個節省職商 然後到時候 如果你中了統一發票之後 我們會挺動的通知你 所以鼓勵大家 能夠多多使用載具的手機條碼 來跟我們申請 國稅局鼓勵民眾多使用電子統一發票 並開發多元的電子統一發票載具 節能又環保 且民眾不用花時間進行對獎 這次的中獎也是國稅局主動通知 藉此行動讓民眾了解電子統一發票的便利性 記者五間諺台灣報導 新烏香九斗村的長翔宮 又稱為五谷先帝廟 長翔宮供奉一尊神農大帝塑像 其塑像全身是由青銅打造 號稱是台灣最大的神農大帝神像 今天走獨立喜單元就帶您來看看 新烏香長翔宮 新烏香九斗村的長翔宮 又稱為五谷先帝廟 相傳清朝乾隆年間 有一位姓氏背負一尊五谷神農像渡海來臺 到了現今浦鼎派出所前建廟諷寺 由於相當靈驗 新烏范江族人於西元1902年捐地擴建廟宇 這就是長翔宮的建廟由來 長翔宮正殿供奉五谷神農大帝 祖神娘娘 天上聖母娘娘 官聖帝君等 而廟旁手持稻穗穩如泰山的神農大帝塑像 塑像全身由金銅打造 號稱是台灣最大的神農大帝神像 新烏香在神農大帝的守護下五谷豐收 因此有魚米之香的美名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廣告回來帶你來看看桃園的故事 一二三 關閉無線電視類比訊號 迎接社會電視新時代 請恰北見 3577123 什麼事情 什麼 想要知道村裡大城市日清鎖定 秋朗三北見風浪鐵道 秋朗四北見活力步道 就是這麼簡單 各位桃園縣的鄉親大家好 讓桃園縣在一百零三年底 升格為直轄座 是目前前線的移持目標 桃園縣議會以全體議員 更為盡最大的努力 為全體憲民的福祉 以全力來拔灌 身為商場達人 三槍啥是我的代號 先生 您是詐騙集團人頭顧 先生 請您提累照顧存款 快處理 以免犯法 慢著 小心有賬 看清楚 來電號碼前 是否有加號 聽清楚 對方要你配合監管帳戶 說清楚 拒絕提供帳戶資料 詐騙多花招 警覺要提高 歡迎回到我們的新聞現場 跟我們同關心在地新聞 101年憲民集團結婚 共有無數對新人參加 雖然是團體的婚禮 不少新人為了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紛紛是在禮服上動了手腳 有人變身清朝皇室 也有人乾脆是穿上廚士或是警察制服 場面相當溫馨 而擔任正婚人的縣長吳智陽 也期許新人們秉持家和萬事 新的理念 共同營造愛與祥和的社會 55對新人輪帆上陣 和擔任正婚人的縣長吳智陽合照 為101年憲民集團結婚 揭開序幕 雖然是團體婚禮 新人們為了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不少人跳脫傳統的白紗禮服 創意以清朝古裝亮相 也有人乾脆穿上自豪的 廚師或警察制服 我們想要特別一點 而且我剛剛生完小孩 所以穿禮服 跟小禮服 可能會穿不下 所以我們想要早 給他快修了 然後因為今天就要很迷 那個就是武裝局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大師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種農藥 廚師是一種農藥 因為我們也是一種師 像醫生老師我們這種師 我們才在第一現場 顧別人的胃 顧別人的健康 我覺得以我的行業為榮 讓新人引以為傲的 還有肚子裡的小寶寶 懷孕五個多月的朱小姐 所欣賞婚紗禮服 改成露肚妝 要和大家分享喜悅 就讓他也參與這次的活動 讓他以後知道說 原來他有跟爸爸媽媽一起參與 新人花招百出 為101年集團結婚 創造不少話題 但縣長吳智陽也提醒新人 經營家庭可是要穩紮穩打 秉持家和萬事新的不二法門 共同營造愛與祥和的社會 難免偶爾會意見不同 但是一定要想到 對方就是我最愛的人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家維持下去 所以家和萬事新 最後一個祥和的家庭 就要靠各位來創造 然後家庭祥和了以後 我們整個桃園縣就會充滿祥和之氣 這就是愛與祥和的真諦 花無情深守護一生 由穿著警察制服的新人 侯成如夫妻代表簽署結婚書約 象征101年縣民集團結婚畫下完美句點 桃園縣也從此多了55個新家庭 以同為更好的未來打拼 記者張陽山綜合報導 民國96年的今天 海巡署北區地區巡防局 在竹圍安檢所舉辦了營區整體安全演練 透過情境距的狀況模擬的方式 來提升海巡官兵的執行安檢 港區垂吊驅離勸導時的技巧 藉由漁民酒後事態干擾妨礙安檢勤務 以及民眾違法在港區垂吊 不服驅離勸導等情境距模擬方式 要教導海巡弟兄如何採取柔訓勸導的執行態度與技巧 在不失公權力執行效果的前提下 維護海岸秩序與安全 海巡署表示 過去海巡人員和民眾在安檢時常發生衝突 主因在未能瞭解相互立場 海巡署就是要藉由演練的方式 來灌輸海巡人員正確的執行態度與技巧 用以提升海岸秩序與安全 以上就是今天的北劍桃園新聞 感謝您收看 我們再會 在北劍桃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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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定来关心 北建有线电视特别规划 CH3 Showtime时段 提供一般民众 社团及大专院校学生申请使用 欢迎您提出申请播放 自制充饮影片或生活记录影像 相关活动讯息请上北建官网 或洽询专线356-1000 转移302 今年度北建将持续给您 优良的收视品质 桃园县政府100年度 有线电视满意度调查 北建有线电视连续两年 获得收视讯号稳定 有线电视业整体评价满意的肯定 感谢桃园乡亲的支持 北建有线电视将更努力 给您最好的服务 北建免费提供摄影棚 以及影片剪辑补物 影片剪辑完成后 将于全能3 北建公用频道播放 欢迎民众团体 永远提出申请 魅力展现就在 全能3北建公用频道 社区活力尽在北建 本期ج的电视机